咱们接上期 美国为什么它管理难度和中国和印度这种人口 不在一个级别 管理难度不在同一个级别 有一个数据跟他说一下 现在的美国人均GDP是6.5万美元 排名全球第12 其他比美国人均GDP高的11个国家 其实人口加起来总共只有2000万人 就不到美国人口的7% 排在美国前面的这11个国家 平均下来每个国家人口不到200万 比如摩纳哥、历史敦士登这样的国家 人口不到4万 每年多去几个中国旅游团 都能把这个国家GDP推好几个党 所以比美国人均GDP高的所有国家 都不具备代表性 大家可以想象 美国把3.3亿人口的人均GDP 通过虚拟金融手段推升到了6.5万人均GDP水平 什么概念 就是要维持这3.3亿人世界最奢侈的生活水平 需要多少资源才能满足 那要表达一个意思就是什么 美国对全球的西红效应已经达到了极限了 全球已经很难再持续供养美国了 美国这次疫情看上去损失很大 但实际上也是全球买单 美国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给大家发放美元就超过3万亿 而且还在继续搞刺激方案 那这次拜登政府所推出的刺激方案 总额是1.9万亿美元 累计已经超过5万亿了 5万亿什么概念 5万亿应该是日本GDP吧 要知道中国改革了40年才攒了3万亿美元外汇 美国把美元当美金 这是中国把美元都当美金一样 人家把美元可真的是当他们流水一样 透支美元信用 美国在维持人口红利方面 需要移民就必须要有精英中的精英 否则什么 美国对美国来说就是一个负资产 美国目前人均贡献的GDP是世界人均的六倍 就是中国人均 中国人均的六倍 就是中国现在世界达到人均水平 也就是说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人均GDP六倍 就是什么呢 假设有人想移民美国 那美国要算笔账 能否创造出六倍世界人均的GDP 能否创造六倍人均GDP 如果不是 那你就拖了美国后腿了 所以特朗普政府要收紧移民 最本质的原因就是移民已经无法给美国提供普遍人口溢价了 更多的移民就意味着存量民众抢工作 最近拜登签署一个命令就是采取必要 采取购买必要 政府采购必要 必须要买美国自己生产的东西 看上去是个小事 但是是个历史事件 也是个历史信号 就是什么呢 美国政府不同于其他国家政府 一个要领导全球 重视盟有利益的政府 拥有科技领导权的政府 为什么还要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要求政府采购美国自己产的东西呢 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此地乌银三百两 如果美国生产的东西都是好东西 都是物美价廉的东西 都是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东西 不用美国政府命令 政府不管自然而然会采购自己产的东西 就是说什么呢 美国已经需要更多的排外主义 来解决内部问题 就是他政府已经 你说我觉得这个文件你可以把它标起来 这就是一个他开始衰落的标志 关于移民红利的问题 再举个例子就是 一百多年前移民美国 你可能很容易获得大片土地 一辈子不用愁了 而且是要再勤快一点 随便打个工做个小生意 就能养活很多人赚很多钱 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 工业产值占全球一半以上 整个欧洲以及全世界都指望美国物米价廉的商品过日子 商人们随便动动脑筋就可以利润加倍 你看都是去那个生产 就是产地去进货 那个时候利润是能翻倍的 所以你看美国很多反华的帮人都奔着义务去 他也得上中国去买货 他也不买美国货 他也没有利润 所以没有人会怀念自己祖国 你看他们都是移民 他到了美国随便就可以赚钱 很多倍利润 他哪人会想起自己的祖国 什么欧洲的 中国的 都没人想 30年前 亚裔中的日韩登的 都可以在美国开个餐馆 弄个旅馆 搞个超市 赚点美国人 超强购买力 现在基本上都饱和了 除了技术移民 富豪们转移资产 想跑到美国去改变命运 这两种人以外 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美国 为什么 在中国更容易一些 现在很多移民海外找工作 尤其是中国移民 大家都知道最大优势是什么 就是什么 中国人这个身份 你有中国人身份 因为美国很多大公司都跟中国有业务 他需要有普通话的中国面孔 来跟中国谈业务 这个并不是说以偏看权 说中国好 而是一个现象 这是真实感受 就每个现象背后 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命运 更多的是实际上的大历史潮流 就没有人能凭一己之力 改变历史潮流 历史趋势 美国激烈的卷入了内卷化 已经不可避免了 很多人可能又要说什么 中国14亿人口 竞争更加激烈 收入也不是很高 更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内卷化 不要瞎操美国人心 实际 我给大家告诉一个好消息 中国应该是完全完全的上岸了 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什么 油舍 油舰入舍 油舰入舍 油舰入舰难 其实中国一直在语 那句话做都成 中国老有经验了 所以中国已经上岸了 一会儿再谈 所以美国面临就是什么呢 油舍入舰 就是好比管理500人 业绩逐渐下滑的企业 远比管理一个5000人 业绩高速增长的企业 要难得多 美国这种模式的管理极限 也就是4亿人 你可以看墨西哥巴西 都是一个好例 好例子 所以再往上走 它就有人口限制 所以只能依靠贫民窟了 你如果要不限制人口 就是依靠贫民窟 通过贫民窟这种 这种残酷模式来什么 来把这些人口都固定在那 所以政府有效的管理 基本只能靠贫民窟了 那个自治 贫民窟就是个自治区 非常残酷的 美国估计未来 就是一大片大片的贫民窟 因为什么 因为拜登要搞移民 引进 那这些移民往哪去 他只能成边 开始建立自己的移民 贫民窟 他要引进大量的印度移民 印度移民有经验 可以让印度移民 先把贫民窟搞起来 这次民主党上台 为什么要搞全民医保 为什么要直接 接入市场 来扶持产业 原因就是想让政府有效 想照顾到那些看不起病 找不到工作的人 就必须 就必然的扩大联邦政府权力 你这样讲了吧 因为你这套民主自由 这套政治体制 就是什么 就把你政府的权力完全限缩了 那这个时候限缩到这 你看巴西 墨西哥就是限缩完以后 你管不了那么多穷人了 他们只能自生自灭 那就是贫民窟里面 美国未来一旦内卷化 未来结果就是贫民窟 我再重复一遍 美国未来就是贫民窟 大量的贫民窟 你要逃离美国 想想 所以那些找不到工作人 政府就必须要什么 拨大全力来保护 保障他们 那这个就是 和你美国当年 立国的时候 又相反了 这个就是矛盾 就激发了美国 国州和联邦政府之间的矛盾 就进一步激发了 就是你要 你要什么 你要插手这个州一部 州一级这个事务 那你联邦政府不应该干这事 刚才讲了 联邦政府要干的是对外 对吧 就外面搞破坏 是不是 到那偷个鸡 摸个狗 你干这个事 你联邦政府要干这个 但是现在 他要防止自己那句话 要扩大全力怎么办 他要跟州政府抢全力 这个就是开始激化了 说白了 就继续往下走的话 美国将回到春秋战国 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还争论什么古老话题 到底是分裂城邦制度好 还是大一桶更好 这就是他未来要争论 到底是集权还是自治 这就是他下一步 我觉得非常有趣 美国越来越有趣了 自从特朗普败选以后 美国德克萨斯州州议员和 共和党人 彼得曼就开始叫嚣让德州独立 而且还真的 在德州议会提了一份 德州独立公投案 大家不要小看德州这个事 虽然看上去是闹剧 是个小事件 但真实体现的就是 美国最本质的问题 就是州权力和联邦政府权力 斗争的问题 而美国内角 未来体现在多个方面 种族问题 地域差距问题 行业衰败问题 州和联邦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 信仰问题 对外关系问题 如果美国还是把注意放在国 还是没有把注意放在国内 试图从外部找解决问题 办法 最后就十分危险 所以包括中国在内 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国防实力 来什么 来阻止美国走偏 他就是先桌子 他最会就是先桌子 他没有经历过衰落 他就是爆发户 爆发户一旦是 全部赔光 那这时候他就可能干极端事 什么 自残 自残其实无所谓 你把美国炸风炸掉没关系 关键怕的什么呢 他买把枪把你们全崩了 所以必须要有人执法 中国必须要把武力准备好 有可能到时候中俄一起群众他 群众这个鹿子 所以在美国啊 包括欧盟也可以啊 也可以啊 上啊 一起群众这个鹿子 美国新政府啊 发表对外关系演讲 哎呀 我现在想我应该做一些什么呢 怎么瓜分美国是吧 美国势力范围瓜分这个图啊 到时候联合国军怎么占领美国啊 我觉得这个中国应该是要加利福尼亚啊 应该是中国军队应该是控制加利福尼亚 把这个加利福尼亚控制住 然后呢以他为基地 然后进行执迷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办法 咱们后谈啊 我觉得法国肯定要把路易斯安纳重新要回来嘛 英国要什么 要这个啊 继续要控制他这个新英格兰地区嘛 一贯的嘛 然后俄国要啊 要这个要他这个阿拉斯加 非常有趣啊 到时候啊 美国也可能被瓜分啊 赔赔钱嘛 欠点还钱嘛 你拿领土还嘛 但是历史又一个轮回啊 所以美国有可能来偏执啊 继续偏执 因为他手里有核武器啊 他不可能让你瓜分啊 他到时候就可能偏执起来了 美国现在新政府发表对外关系演讲之前啊 中国军方发布了啊 成功陆屋机中段反导实验的消息 就是要必须要做一个啊 一个什么 一个明确表态 就是到时候你啊 你他妈欠债簿不给 你这小赌徒啊 一个小八发户 八发户在赌桌上输了全部 到时候欠债不给 或者你啊 想想什么 想鱼丝网破 没人都没有啊 所以啊 这首先就是什么 美国啊 啊 献据的啊 将会回归多边主义 这是展示的 但从趋势上看 美国全民意志已经不允许走多边主义了 除非美国上上下下体验到了什么 体验到了多边主义的伤害啊 让他撞一次南墙 他撞完疼了 他就会回来啊 但这个周期会很长 我一会儿下期再介绍啊 请不加 budgets 那 你 陈